又有偷渡客 一名中国籍男子2号上午被暗巡队发现在龙口暗季漂流 随即派遣队员身穿防疫装备前往 经体温测量发觉体温过高 立即通报卫生单位将该男子送往金门医院 经过快塞结果为阴性 体温也慢慢的恢复正常 初步研判是在海上漂流 才导致体温过高 目前人已经带回暗巡队进行隔离留置 确认一下吗 确认一下吗 发高 发高 暗巡队员在龙口暗季约500公尺处发现有一个不明物体 经过确认为一名男子趴在保力龙服务上 旁边还有一个游泳圈 暗巡队员身着防疫装备之后上前盘查 确认为一名中国籍男子 同时测量体温发觉体温高达39.1度 经过反复测量体温仍然过高 赶紧通报卫生单位将该偷渡客送医 本队在今日上午9点40分的时候 在陆军W洞山据点前方约500公尺海面 发生了一艘不明物体 随即进行目标的辨识及延期 在最后确认该目标是一艘保力龙的服务 且上面载有一员 并随着海流逐渐向暗季飘移 随即调派线上的巡逻人力赶往现场处底 经盘查后确认该名男子为非法入境之入籍人士 立即通报金门县卫生局 防解疫等相关单位进行联合应变 并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程序处置 全案后续将依违反陆出国移民法及国安法 移送金门地卷署侦办 防疫如临大敌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偷渡客 在将该男子送往金门医院后立即进行快塞 索性检测的结果为阴性 后续在让中国籍男子量测体温时 体温皆正常 研判是在海上漂流日赛 才导致体温过高 我们昨日在农口地区 盘查该名陆籍男子 随即将该名男子进行体温的量测 初期量测的时候 该名男子体温偏高 研判是因为天后的因素所致而成 在发现体温量测偏高的时候 我们立即送往金门医院进行检验 目前初期的快塞检验结果为阴性 该名男子体温就恢复正常 随后我们就依照留置的作业规定 将该名男子进行留置 检验报告出炉后 让参与的单位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中国籍男子 偷渡的事实明确 目前已经带回案巡队 进行留置观察 全案也将依违反两案入出国 即移民法国安法 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未经许可 估计划 未经许可 估计划 未经许可 估计划